作为三个子女的妈妈 陈善良这几天已经见到两个儿子神神秘秘 好像已经准备了母亲节的惊喜给他 母亲节都是留在家里 因为这一段时间已经很习惯留在家里 找了很多事跟小朋友做 我昨天开始见到我两个儿子神神秘秘 我的儿子又好像不小心爆了一些东西 他又拿了一些东西给我 然后又收藏了 哥哥就好像很紧张 哎呀你快点不要让妈妈知道 我就猜他们不知道在计划什么 然后他又说星期日 爸爸说要让我买钱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什么 plan 其实我猜他们是应该在筹备 但是我就不拆穿他们 即管看星期日他们不知道 可能画画 或者可能会不会和爸爸自己做什么 到时再告诉大家 好的